大家好 這支影片是四點一節環流定理 我們這邊會介紹兩個環流定理 分別是Kelvin Circulation Serum 還有Biaconus Circulation Serum 這一段我們就先來講凱爾文環流定理 凱爾文環流定理是從 絕對坐標這個觀點出發的 所以我們先從動量方程 絕對坐標中的動量方程開始 這個下標A小A就是 絕對坐標的那個absolute的A 它並不是enomaly的那個意思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我們這個動量方程就是 這邊是加速度向等號 左邊是加速度向 等號右邊的第一項 這個是7RT度力 最後一項是重力 雖然它看起來不太像重力 它其實是重力向 它的註解我把它寫來右上角 大家花一點時間稍微想一下 因為如果你想不起來 這個動量方程各項的物理意義的話 你要回去複習一下第一章 那環流我們剛剛前一支影片 有介紹過它的定義了 就是速度跟環流外圍的路徑 做環積分以後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來把上面這個動量方程 去做環積分 就可以求環流隨事件變化量 那現在我們先把那個 就把它寫成積分的形式 然後我有標一二三三個項 後面會一項一項講一下 那現在從第一項開始講 第一項我們先看那個積分符號裡面的這個部分 那它可以改寫成等號右邊的這兩個項 那它其實就是分佈微分的意思 就是你現在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V 一個是DL 那這兩個都會隨著時間改變 所以你要對這兩個DOT起來的 這個括號裡面的東西做微分的時候 其實是要分佈微分 所以它可以先對V做微分 然後DL放在外面不要動 然後再對DL微分V放在外面不要動 所以其實這一項會等於等號左邊這一項 加上最右邊的這一項 那我們現在把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這個E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就可以把這一項移到等號的右邊來 它原本在等號左邊 我們把它移到等號右邊來 那所以這兩個相減就等於我們的第一項 還有一個要改的地方是這個下標 這個全微分的下標 因為絕對座標中的這個速度跟路徑 Duff起來之後它會變存量 那所以這裡你就沒有必要一定要用絕對座標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相對座標 所以這個造超下來不動 那等號右邊的最右邊的這一項要做一點處理 那我們先看那個DL對時間做全微分的這個部分 那路徑的變化量除以時間的變化量的話就是速度 所以這個出起來就是速度長 然後因為它是在絕對座標裡面 所以它其實就是會保留這個下標A 所以它出起來其實就是絕對座標中的速度 這一項就變成Va.dva這樣子 那這個就可以把尾分符號外面這個Va 就把它放進去 就會變成我下面寫這個二分之一 dva平方這樣子 那這個先放著這是第一項 那第二項跟第三項都比較簡單 第二項就是其他T路律 然後其他T路律其實就是你的壓力對空間做微分 那現在你把它乘以一個路徑的變化量 所以等於就是分母可以消標 那你就只剩下分子的Dp而已 然後Row還在這邊 然後這個第三項也是一樣 你這是規定Geo Potential 表示它是Geo Potential除以下面有一個距離的變化 也就是DL 那一樣你把它DOT起來的時候 你就是只剩下Geo Potential這樣子 那這兩項比較簡單 那我們現在把這三個項整理過的東西 都把它放回最上面那個式子 所以等號的左邊會變成這兩項 所以你就會有Va.dl 然後再把它做還積分 那這個部分呢就是環流了 就是前面講的環流的定義 那因為是在絕對坐標中做的 所以這個是絕對坐標中的速度 那這樣子求出來的環流 我們就叫它是絕對環流 所以是這個C的右下角也有一個小A的下標 那第二項暫時解在這邊先不要動 然後再來是Term2 就是等號右邊的項了 等號右邊項這一項呢就是 我們會叫它寫壓力管項 Solinoidal Term 那這個等一下會解釋 最後這個重力項放進去就在這邊 那等號左邊的第二項跟右邊的第二項這兩個 這個積分的結果呢跟路徑都沒有關係 然後環積分之後就是0 所以這兩項最後會不見 那你就只剩下絕對環流 所以時間的變化會等於斜壓力管項 好那剛剛的那個式子 我就把它比較精簡的寫在這裡 這是絕對環流所以時間的變化 等於這個是環流的數學定義 然後它就會等於斜壓力管項 那這個東西就是 它有環流定理的數學形式 你用文字去描述它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鎮壓大氣的話 鎮壓大氣跟下面你等一下會講那些大氣 這兩種性質我們在第三章的最後一支影片也有講到 所以如果你忘記一樣也是要去複習 那所以如果你是鎮壓大氣的話 表示空氣的密度 就僅僅是壓力的函數 或者你也可以反過來講就是 大氣壓力僅僅是密度的函數 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斜壓力管項做環積分 那做環積分之後它會是零 就是鎮壓大氣的話它會是零 就表示說你上面這個式子的等號右邊會變成零 那就表示絕對環流它不會隨時間改變 這個相當於是鋼體運動中的腳動量守恆 那因為是Lord Kelvin在1869年發表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就稱作開爾文環流定理 那這個環流定理的應用 如果我們把應用到斜壓大氣上面的話 那斜壓大氣的特徵是空氣密度會同時是壓力和溫度的函數 或是你可以換個方式講就是壓力同時是密度或溫度的函數 這三個是相應的 實際的狀況就是你會看到等壓面和等溫面之間會有夾角 有夾角的話就是表示你這個項去算它的時候 會有個值它不會是零的 那所以你的環流就會隨時間改變 所以表示你的環流可以由斜壓力管項來產生 那這個環流的能量來源呢 就是由斜壓不穩定轉換過來的